这天晚上,大真没能赶上末班车,就在他恼火的功夫,他看到车站还有一个年轻女孩,这个车站只有一条线的巴士,看来他也没赶上,大真想着和女孩拼个车能便宜一点,就问,美女,你到哪儿,咱们拼个车吧,女孩微笑着说,不了,我搭巴士,大真说,没有巴士了,刚才那辆就是末班车了,女孩摇摇头说,不,还有一班。 大真看他这么倔,无奈地走开了,等了好一会儿,终于从远处开来一辆的事,大真赶紧拦下来,他摇下车窗招呼女孩,你去哪里,我捎你一程,女孩依然摇头,大真无奈地说,不要你钱,上来吧,女孩仍旧没动,说,谢谢,我只搭巴士。 大真叹了口气说,这么倔,我可帮不了你了。于是,吩咐司机开车,司机问,你刚才跟谁说话呢? 大真皱眉说,一个女孩,你没看到吗?司机怪笑着说,你看外面,哪有人啊? 大真一看,他们竟然行驶在一片血红的道路上,这条路他从来没见过。女孩安静地望着的是消失的方向,叹了口气。 明明就差一步便能上天堂,太可惜了。